大家好 我是麥玲玲 今次是我陪你們一個跑數飯局 很開心David約我在這裡 吃完這個飯其實是有很多得著 還有很多東西學到的 當然從我們一個方面講環保健康 但如果從玄學角度 一定要問玲玲玲師傅 多吃了素和不要浪費這些 我們用最簡單的積福 但其實背後如果有些新人也好 或者剛才所說的百日宴壽宴 其實背後會有什麼其他的好處 我覺得始終如果中華人相信 每個人其實都有一個quota 這是真的 這是中華人相信 從來就是一個人 為何我們經常都說 有時候要享受下等福 就是因為你要有一個buffer給自己 不要說有時候我見到很多 有教養的家庭或者是出身比較好的 他都不會讓小朋友 可能未必去享受得最好 等他 如果人生有個固定 譬如你一輩子是要吃 可以吃到130隻雞 那你在早段已經吃光了 每個衣服都吃光了 那就不要了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是預充少少 不要去到那麼準 所以人生也是 無論你說 我本來是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享受 也好未必是自己會享受 還有中國人說的是要捨得 即是你要可以 就算你多好運 或者你那些人生好像都很順暢 因為這個是每個人不同 有時候有些東西我們都要拿出去 太完美太完滿的東西是害怕的 有時候 那中華人所謂的攝運就是 我將一些 有時要跌下錢 有時要幫人 等自己去 為什麼我們說 經常都鼓勵人 除了你吃東西不要亂費之外 為什麼要鎮醫施藥 那你人當然是有上落 譬如今年的運勢 是自己要健康一般的 要花錢在藥那方面 但是你說不是 幫人 我幫了人 有些家庭真的很困難 他不可以在看醫生 或者病痛方面 你捐了出去 反而其實是幫到自己的 因為你夠錢是用了去鎮醫施藥 那天不會見到你 咦 你之前用了去鎮醫施藥 那可能真的不用病 其實也是一個 餅是這麼大的 你說不是 我經常省起來 自己存著 什麼都不用 那你那年真的要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如幫些有需要的人 通約 在我們來說 就是平衡自己 那你的人生會好很多 我有一個green wish 就是希望 green monday 好像在香港推廣得這麼好 亦都來說 在內地 盡快可以實行到這個green monday 我們希望 在中國 全國 所有的地方 都好像在香港 大家一說起green monday 是非常熟悉 而且真的實行到 好像現在大家 全中環的人 一星期一 大家都會有 好像一個口號 今天我green monday 能夠這樣的話 我們去到內地出差 都會有口好吃 這是我的真正的green wish 亦都希望可以很快 可以實現到